在刚刚过去的三百妇女战,解放军公开了多段介绍军中女兵的片。 女兵的任务除了要有过人的体能之外,连记忆力都很有要求。由高玉婷讲一下。 华务兵是通讯兵种之一,主要负责军队里面转播电话等的通讯工作。 在国产航母山东南上就有十个华务女兵, 不要以为他们的工作只是好像接线新那样,听电话就行。 他们都有个超强大佬,每次航母出海的时候,一天最多要听三千几个电话, 一个人一分钟就要听十几个。 他们要迅速认导打电话的人,再在几秒时间内,给对方需要的电话号码。 为了达到三秒内快速查询号码,我们每个人都逼自己背下上千组电话号码,背了忘,忘了背。 我们专门进行了记忆训练,把枯燥、繁杂的号码,独具匠心地穿成送口溜, 讲成舞蹈动作,改成歌词,画成漫画,编成故事来帮助记忆。 除了超强的记忆力,这些华务兵都有体能要求。 山东南之前在南海训练一旦遇到突发情况的自救能力, 对女兵的体能要求很高,但都完成了训练。 海陆空三军现在都有女兵的身影, 中国第19批库黎巴嫩维和部队里面, 有6个平均年龄不够23岁的女素女手。 他们的工作不是拿着探测器掃来掃去那么简单, 他们穿着很厚的保护衣,冒着生命危险, 在黎巴嫩和以色列边界攀登、懸崖、避开、毒蛇。 看起来好像平静的树林,不知道哪里就埋藏了地雷。 不少内地网友向女兵致敬,赞他们是跟过不让酥微。 有线电视记者高玉亭报道。 对不起。